日月潭九蛙蝶像九隻青蛙 全部露出來 讓路過的遊客忍不住多看一眼 有些人則趕緊拿出手機拍照 九隻都看到有點驚訝 水位真的非常低 那會擔心缺水的物質嗎 當然 因為如果沒有下雨的話 缺水其實 人民的生活會比較不方便 民眾看到九蛙蝶露出 免不了開始擔心中部水情 因為上一次九蛙蝶露 是在兩年前百年大旱時 現在日月潭水庫水位是745.78公尺 蓄水率從二月初的88.58% 掉到83.36% 而會降這麼快 是因為二月正逢春耕 茶陽高峰期 台電增加供應給下游農業用水 那目前整個中部以北的地區 它的水庫蓄水率都在六到八層 甚至還有更高 水利數表示日月潭九蛙泉漏 但蓄水率還有80% 是苦水期的正常現象 目前中部以北供水都正常 民眾不虛太過擔心 華日新聞林佳穎 趙雲光 周大翔 南投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